即便卸任 依然受到簇擁歡呼 兩個月前 李克強現身甘肅莫高窟 爬著樓梯看起來毫不費力 如今卻意外在游泳時猝死 讓陰謀論盛囂成上 媒體點出 今年以來 已經有六十六名中共省部級高官 因病身亡 十月份過世的七名官員 全部年齡不超過七十歲 其中一名海南高官嚴朝軍 在退休一個月前去世 也被網友認為不單純 李克強是否真的淪為 息事寧人的受害者 由於李克強猝死的東郊賓館 是中共接見賓客的主要場所 對官員的身體檢測和應急措施 採取最高標準 卻讓李克強意外猝死 事實上心肌梗塞黃金搶救時間是一百二十分鐘 上海中山醫院最擅長的就是心血管疾病 全中國排名第三 距離東郊賓館車程只有十八分鐘 但當時李克強卻被送往中醫 曙光醫院搶救 儘管李克強的猝死存在各種疑點 不過以中共封鎖消息的慣例來看 外界恐怕只能持續護風捉影 三天新聞 消息報導